台东市峰谷南路海边发生了女童的溺斃案件 今天下午三点多 五名孩童疑似没有大人的陪同 跑到了海边溪水 过程当中两名孩子溺水了 其中一个人被附近的钓客救起 但另外一名约十岁的理性女童被海浪给卷走 小绑队员到场救援 但是小女孩被救起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仍然宣告不知 救援人员十万伙子一滴小女童做CPR 因为她被海浪卷走 上岸时没了呼吸心跳 紧急将小女童送医却晚了一步 到院后宣告不治 这群立弊案件发生在台东市峰谷南路海边 二号下午三点多 五名孩童疑似没有大人陪同 跑到海边溪水 过程中两名孩童遭到海浪卷走 其中一人被附近钓客救起 另外一名年约十岁的理性小女童 则在消防人员抵达后 用游泳及小艇方式救援 但救起时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仍然宣告不治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跟小孩一起住 小朋友是跟爸爸 所以我不了解状况 女童妈妈接获二号 心急如焚赶到现场 说她不清楚孩子怎么会跑到海边 只是五名孩子怎么会没有家长陪同 发生溺斃焊事一切还有待调查离青 解留灵香台东报导 谢谢大家 IC 太